來收看直播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新竹縣政府因應防疫工作 持續召開最新疫情說明記者會 有請楊縣長針對新竹縣疫情的最新情況進行說明 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24號 本縣新增5個個案 那案號是1440R跟14405 及14458 而其中兩例是跟B長針機構有關 兩例是跟B醫療機構相關 一例是昨天宜蘭縣確診的個案接觸者 那我們今天總共新增5個 累計的確診數是93個 總住院人數55 總出院人數34 死亡個案4個 那我們看一看 我們這個B長針機構的14405 他是住民 他是在6月22號確診的 他原來也是由這個B長針機構 把他移出到另外一個地方的一位住民 他的CT值是35 另外可以看到B長針機構 那另外可以看到B長針機構裡面 有一位14402 他是造福員 是一個孕婦 他是被派去支援的 在6月18號出現狀況 到6月22號PCR確診 確定 確定 那我們再看一個 我們 在我們 我們的B醫療機構的部分 14403 14404 因為14404 他跟原來確診的14353 他是兩個人照顧14403 那14403他是住民 那另外兩個是照福員 他們在6月6號到6月12號 他是共同照顧14403 那到了6月12號的時候 是由14353 單獨照顧14403 那14404 他是在居家隔離的時候 採檢確診在案 所以在B醫療機構是有兩個人 確診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昨天 這個 我們這個14458 是昨天宜蘭縣政府通知我們的 這一個案例 那這一位是40多歲的女性 他是居住在竹北市 是昨天跟宜蘭確診的14333 匡列的接觸者 我們一接候之後 立即對這個個案進行居家隔離 及採檢 檢驗結果 PCR陽性確診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疫調的結果 這五個案例 我們一共匡列的44位的接觸者 其中11人居家隔離 13人自主健康管理 20人自主健康監測 另外在高風險的公共場所的活動時方面 在新竹市的部分包括 東區中校路大輪發賣場 北區竹光路文雅遊局 北區北大陸米其林池家汽車服務中心等三處 而在本縣的部分包括 竹東鎮中鎮路美之城早三店 竹北市勝利六街全聯福利中心 勝利五街真善美聯手藥莊店 莊敬北路統一超商 莊敬山路萊雅富超商 莊敬六街東東平架水果店等六處 那在今天的報告事項中 有幾件事情要向鄉親報告了 第一個是我們昨天下午 我們在竹東社區的快篩部隊 就前往竹東某社區協助所有的住戶進行快篩 因為昨天早上 我們就由警察局 衛生局跟社會處 我們直接到我們的 人力派遣公司所在的位置 進行稽查 那稽查之後 我們決定對這個社區 全部要辦理篩檢 昨天晚上一共篩檢了283人 那今天晚上仍然在這個地區 我們還要再進行 另一場次的篩檢 把還沒有篩檢的 我們通通還要再篩檢 所以我們也希望所有社區的住民及附近的居民 如果你有疑慮的話 也請向竹東正的衛生手來預約報名篩檢 第二為了自己的健康並避免成為防疫的破口 我在此特別要呼籍 住在社區大樓裡面的移工的朋友 無論你是合法或非法的 沒有證件的也沒有關係 你一定要永藥的出來衰減 我們縣政府不會把你們遣送回國後移送法辦 我想這衰減你的健康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請你不必擔心 你就來這邊衰減 第三為了避免造福源成為長照機構軟疫的破口 本府的衛生局也陸續完成了 本縣長照機構福源的快篩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有563位造福源還沒有完成 我們縣府在明天6月1日25之前 我們全數要完成這些造福源的快篩 所以希望這些機構裡面的造福源 大家一起合作配合 第四個 另外我也要呼籲所有相信 只要和確診者的足跡重疊 有症状的請趕快就醫 沒有症状的鄉親 也可以到本縣設置的七個社區篩檢站 來做篩檢 保護好自己跟家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多多合作 謝謝大家 接下來由我統一為記者做今日提問 中國時報提問 孕婦接種預約不到莫德納疫苗 可以由婦產科醫生通知 讓臨本的孕婦先行接種嗎 請問縣內孕婦是否都由婦產科醫生 先照超音波後再施打疫苗 請衛生局回答 目前中央尚未博配莫德納疫苗 但是我們會通知 我們俠內的五家合約醫院 對於臨本的孕婦 評估是否先預約來接種 那至於是否要照過超音波以後再打 還是要由醫師來判斷 中國時報提問 主動照顧原宿舍所在的社區快篩的狀況為何 請衛生局回答 昨天快篩283人 結果均為陰性 自由時報提問 日前縣長說三陽工業自主快篩 含移工在內共2000多人都陰性 請問新竹縣政府幫多少企業媒合進行快篩 包含三陽工業嗎 這些企業一共快篩了多少人 幾個陽性 請衛生局回答 到今天媒合的企業快篩人數是2896人 這不包含三陽工業 沒有接到陽性個案的通報 自由時報提問 萬一有企業員工快篩陽性 必須等待PCR的結果 等待期間這些快篩陽性的員工如何安置 我們會仿效桃園市政府幫忙企業安排送去防疫旅館嗎 請教旅處回答 針對企業快篩的部分 如果企業員工有快篩陽性的情形 那這部分要進行後續的PCR 在等待PCR結果的這個時間的部分 我們衛生政府會針對無症狀的快篩陽性的員工進行安置 安置隔離在我們的防禦旅館降低傳染風險 自由時報提問 隨著企業快篩的量能增多 我們防禦旅館目前的量能如何 使用現況為何 有持續增加量能的計畫嗎 請教旅處回答 防禦旅館的說明 那其實我們新府縣政府的防禦旅館由 原來的4間的旅館已經擴充為6間旅館 防禦數的部分由原來的118間已經擴充為282間 那今日為止使用的千數是50間 那事實上還有很充裕的使用的一個能量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後續針對疫情的一個發展 做滾動式的檢討 以上是今日提問的內容 請問現場是否有其他補充說明 各位鄉親朋友 我在這邊簡短的補充報告一下 我們新竹縣防疫的措施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非常重視長照機構跟醫療機構 這兩個機構裡面特別是跟看護照護員 移工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不希望這些成為防疫的破口 所以我們特別的呼籲我們的醫療機構跟這個 長照機構你必須要根據我們這個CDC規定的一些指引的一些規則 來加強保護你裡面的這些病人跟住民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一定要嚴格的來管制 不要造成一個感染源的一個來源 那我們縣政府衛生局勞工處警察機 也會加強的對這些人員做強制的快篩 跟強制的來管理 這無論如何都要請大家多多的配合 多多的合作 這樣的話我們才有辦法來度過這些疫情的難關 希望大家一起來合作 謝謝大家 疫情嚴峻時期 請大家宅在家戴口罩 勤洗手 詳細觸碰辦法 更多防疫資訊 請鎖定新竹縣政府官網 新竹縣ING及洋文科縣長臉書 謝謝大家的收看